天蝎座对于钱这件事情 是又爱又恨 爱的就是 大家知道吗 因为人性都是向前看 恨的就是 没钱真的是一块一块 就是真的很难存 所以天蝎座很有决心 去做这件事情 有了决心之前 一定是前面有个目的 才有决心 那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我胆大 但是有风险怎么办 所以天蝎座 还有很厉害一个地方 就是他知道控制风险 心细 请教白宇老师 哪些星座的能够老来富 除了股票之外 他的内心也有很多想法 我们大家一起参考一下 跟大家这里排名的人 一起存钱 好 我来参考 我要游 要游 参考太阳上升金星 看有没有 有 第三名 你看 健哥有 健哥金星水平 对 独立出色 拿捏金元 就是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刚刚献哥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说 他就很爱赚钱 工作狂 然后都是老婆小孩出去玩 就是他这么好的老辈加老公 去哪里找 其实献哥这种也不算是爱赚钱 他算是爱工作 真的 是不是 真的 听不下来 听不下来 先不下来 但就是把事情做对之后 钱是应该要进来 对 对 对 所以这像水平座就是这样 花钱买空间 我老婆通常都要我陪 儿子有时候想说老爸出门 我就可以更少花钱 但是我不陪你们 我花钱让你们出去好玩好吃 但是我做自己爱做的工作 那有时候工作是什么 水平座只有在工作中 才能交到朋友 对 就有时候有一群人 他让他自己去交朋友 他设恐 但工作里面交到朋友 他就很开心 那水平座就是属于这一型的 那就是在这里花钱买空间 我觉得大家可以学学他们 其实这个叫做投资 钱越花越多 好 那我们看第二名 天蝎座 我跟诗老师 对 和亚兰姐都是太阳天蝎 我们看一下 成功决心控制风险 天蝎座对于钱这件事情 是又爱又恨 爱的就是 大家知道吗 因为人性都是向前看 对 恨的就是没钱真的是一块一块 就是真的很难存 所以天蝎座很有决心去做这件事情 有了决心之前 一定是前面有个目的才有决心 那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我胆大 但是有风险怎么办 所以天蝎还有很厉害一个地方 就是他知道控制风险 心细 对我觉得钱这件事情 一定要胆大心细 不然真的从哪个坑里出来 掉到哪个坑里去 所以我们跟天蝎座来学习一下 怎么样去管理风险 然后透过目标去达到自己致富的 最后的结果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金牛座 金牛座 我们继云解释金星金牛座 谨慎实际耐心累积 是不是 对 刚刚继云老师在刚刚讲的时候 就讲到一个关键字 这也是我很赞同的 叫做我慢慢累积沉住气 对有时候赚钱这件事情 别人看起来赚得快 但你不知道他赔的时候是怎么样 大家都只看自己赚的 然后就在那边炫耀 赔的时候都默默不作声 那金牛座他知道 这些钱 所有我赚来的钱 都是从别人口袋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我要谨慎一点 因为别人的钱也是钱 那我怎么样透过我的服务 透过我的能力 把这个金元累积下来 所以这个累积过程 真的是需要耐心 因为其实有耐心的人最有福气 他同时照顾到周围的人 那同时也让自己安全 同时又赚到钱 其实尤其是老的时候 稳稳地赚钱 是让人最安心的 周围的人也不会替他担心 以上三种赚钱和累积钱的方式 提供大家参考 江老师 想要有安稳的退休生活 在投资上就不能带短视近利 我那时候不是说 我要存自己的退休金 然后我就先去看看 我身边 因为我四十三岁投资 然后先去看看我旁边那些 六七十岁的长辈 有在股市投资的 他们近况如何 我发现有分两种人 一种如果过去都是 短进短出的那些人 现在有两个状况 一个就是黯然离开 这个股市的伤心地 找不到人了 对 不然就是 现在还是杀金杀猪 然后没有赚到什么钱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呢 过去就是什么纯金融股 基优股 然后以前人家都很不屑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他们现在有一堆的股票 然后每年都领到好多的鼓励 他们真的是高枕无忧 然后呢 就是过着真正富足的生活 然后巴菲特有讲过一句话 大家看一下 他说 如果你无法找到睡觉时 也能够赚钱的方法 你将工作到什么 没错 这句话让我很震撼 我就想 我也震撼到了 对 所以我就想 那我必须要做的方法 就是纯股 还有用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那所以巴菲特 他的价值投资 我们就要找到体质良好 获利稳健 正派经营 而且未来发展前景的公司 然后在这边很重要 他这些还不够 他要持续配发股力给你 不然以后你投资这些公司 你退休 他没有股力发给你 怎么办 对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透过我的波段投资 加股力再投入的方法 然后去进行投资 波段存股 这个教我们大家一下好不好 好啊 来来来 好 那我们刚刚不是说 要找到好公司吗 那你找到了以后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 那我什么时候要买 什么时候要卖 这是大家最烦恼的事情 那我们就去找到 那个股价好像有潮汐 会涨潮 会退潮 会涨潮 会退潮 就很像是我们是养科的人 然后我在海边关那个浪潮 退潮了我才会下去种植或收割 涨潮我就上来了 所以我要把那个有股价 有周期循环模式的股票 好公司不够 他要有这个周期循环 我找到了以后 我就知道大概什么时候退潮 大概什么时候涨潮 那我就大概在历史低点 大概一两年会有一个这样子 周期循环 到了我们就勇敢买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买 在最低点 我们就买了 那买了以后 你给他一到两年的时间 或者是有时候可能要两三年 他一定会涨上来 那在这个中间 我们如果没有涨上来 我就领鼓励 因为我们已经买在历史相对低点了 所以那个殖利率 大概有5%到7% 那比定存好多 对 大概有多5到7倍 那我所以我就会很有耐心 我进可攻退可守 没有涨上去 我就领鼓励 然后这边还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领到的鼓励 我一块钱都不能花 我要再去买免费的股票 那这个股票免费的 他是不是隔年 他又会再配发鼓励给你 那如果说他现在又涨上来了 终于涨上去了 因为我找的都是比较稳健的 大概就抓三成 那当然有些波动大一点 也许四成或者是两成 我们 我就是你都不花 你新衣服怎么买 我有正职的工作 他涨上来能不能卖 涨上 所以现在大家不卖他涨 你不卖你会很难过 有时候你卖了他又涨上去 你难过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就是涨三成了以后 我把本金张数的股票卖回去 剩下来就是零成本 那举例来讲 先赚回来 对 我例如说我们一百万 那我涨三成就一百三十万 那我的方法 卖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算算一百万 大概要卖几张 我就卖掉 那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用四维单位 我买四张 卖三张 留一张 买八张 卖六张 留两张 那是不是我就把不用钱的股票存起来 那他接下来他涨或跌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反正都是多的 对 所以我就透过这个方法 我就开始存零成本的股票了 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讲 四张卖三张 留一张 八张卖六张 留两张 第一个三成波段价差的股票 第二个就是股力在投入 我说股力我们都不能花 第三个就是有些公司 他会配发股票的股力 那所以你看 我在这边我为什么可以很安稳 我都一直在存免费的股票 他这些免费的股票 现在存多少 不能 就是够生活这样子 然后可以去 够活到一千岁了 对 然后做公益 睡觉的时候醒来还会笑这样 对 而且你看我的方法是不是好的 就是像去年升息 不是跌得很惨 我也跌 但是我只要不卖 但你跌的是人家送的 对不对 是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要去认清自己 想要做的是什么 因为我想要跟巴菲特说的 我要找到一个睡觉的时候 还能够零股力的方法 那所以我一直在存股票 零股力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一般人的话 常见的投资的类型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施老师最爱的 高股息 ETA 零五六 像你如果真的都不会就定期定额买 真的就定期定额 你就买这个均价 零到的股力不要花 你再继续买 我们讲一本万利 前子前孙就是这样滚出来的 然后再很多人也会就是纯 银行股跟金融股 因为政府会管制他 然后他比较容易大到不会倒 那很稳健 配发股力也很多 再来就是公用的事业 公共的事业 像是我们看的有线电视 第四台 然后电信业 这些电信三雄 或者是说瓦斯 洗澡天然气 这些然后真的很安稳 他真的就是会用的 再来就是民生食品 像卫生纸 然后洗髮精 沐浴乳 我们会用到这些东西 然后鸡肉 豬肉 食用油 等等的食品 那所以我们也许这种投资的方法 他没有办法像家就是短线赚很多 但是我跟你讲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我们等到他们还在那边冲来冲去的时候 你看施老爹 是不是在这边就是很开心 我们的钱真的就是会鼓励他会一直一直慢慢进来 对对对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挑JUBA大神马将手游即刻下载